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作曲 刘雨昕 作词 刘雨昕 好,我们下面利用今天这个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健康讲座和相关的 胎子光播仪的介绍 现代人很古怪 古怪到什么程度 把这堆臭皮囊当成自己 这个肉体 你们以为你们的健康就是臭皮囊 这个肉体的健康 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道具 就像我们要装这瓶水 你为了得到这瓶水 你必须有一个瓶子 有这么一个气面 如果没有这个瓶子 就没有办法把水拿来用 那么我们人的生命的实相 你这个臭皮囊 这个皮壳 这个皮壳 实际上就是这个瓶子 那么这个瓶子里面装了什么很重要 所以是我们人的这个皮壳里面装了人的这个神的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古人提到的精气神 这个神这个系统 那神这个系统呢 有很多称为 这个古人称为他为灵魂 那在佛教这个传承教育体系里面 他成为神识 神识 那么在密宗 更进一步把它称为幻身 幻是什么 就是你以为是幻的 就是假幻之身 实际上这个幻身 有两层幻身 一层是什么 就是要凭我们的意识 具则成形 叫具精会神 那么这个系统 那么叫得意生神 就是要靠你的意识 靠你自己的这个后天的思想意识 去具精 精气神 具精 把自己体内的精华聚集起来 这个炼成气 叫具精 这个之后炼精化气 然后用这个气呢 再把它进一步的凝聚起来 叫炼气化神 神是什么玩意儿呢 神就是光 叫神光 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神 不是你们想到的 一讲到神就是大不公啊 山神啊 这个 还有这个你们 这个福建人 初九拜天公啊 所以是你们这个 是把神的体 神有个身体 的神跟神等同了 所以神是一类物质 就像精是物质 气是物质 神是叫神光 它是物质 那这个神光 这个光 最初的时候 它是什么状态呢 叫颗粒状态 我曾经相关的课程中 给大家举例子 它是面粉的点 你们知道面粉是一个颗粒 是一个小点点 那么你要用这个面粉去蒸馒头 你必须干一件事 就是和面 和面 和面 把一颗粒一颗粒的这个面粉呢 和成坨坨 叫一坨坨 叫圆坨坨 那么并且在和的过程中 要调揉 这个面粉多了 水少了不行 这个水多了 面粉少了也不行 那非得把它调揉到一个 恰到好处 才能用这个面团去做饺子 这个蒸馒头 这个做面条 如果面条不好 这个饺子也包不好 面条也做不好 馒头更是做不好 所以是这个 大家一提到神 很容易神经质 神经质就是 然后就是那鬼神的神 实际上神是一种物质 物质 我们需要利用这种物质 比方说我们人体 细胞里面都有光 五脏六腑里面都有光 这是神光 那么 因为你的身体的细胞 五脏六腑三丹田都有光 所以说你这个人就很光鲜 看起来很光鲜 那这叫神光 这个神光 如果五脏六腑没有光 他就黑暗 所以这个人呢 就黑不溜秋 就没有神光 就没有神采 这是古人叫神采飞扬 但你的神没有光 没有光 没有光 所以就黑不溜秋 神采是这个 没有这个 这个生命光 那么被一些鬼啊 附身 以后黑不溜秋 这个鬼气 所以看起来满脸乌黑 神就不足 神脾 神牢 神不足 为什么 因为没有光 所以是当我们 对 真正要认识你的健康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不要整天 只以为这个臭皮囊 这个肉身 决定了你的健康 实际上是你这个臭皮囊这个壳 这个壳里面 壳里面的精气神 填充在这个壳里面 决定了你的健康 所以如果你的精不足 气就不足 气不足 神就不足 神不足 你就不可能有神光 你就不可能有灰色力 你的神光 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光 是饱满 是饱满的时候 这些邪灵 没有一个敢欺负你的 因为人的神 是三 这个六道中 最珍贵的神 所以当你神采飞扬 很神气的时候 这个 你的健康 你的肉体是被保护的 你这个壳是被保护的 没有人敢来侵犯你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个能婴儿乎 赤子 刚生下的孩子 然后 女孩子在这个七岁之前 男孩子在八岁之前 那基本上是很少生病的 即便伤风感冒 吃点斑断度 液体 喝点水 也就好了 那么 这说明了什么 就是神族 神族 所以是 他同样是个人的躯壳 因为神族 所以是外层 有一层光 很光鲜 这层光 形成的叫胃气 保卫的胃 胃气 使这个孩子 不会被外在的这些细菌 微生物 进行侵害 这个各种病毒 不容易侵犯到他的五脏六腑 所以是这个孩子 肉壳身是健康的 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大 特别是我们这个女性到了 这个45岁之后 男性到了54岁之后 这个身体状况急剧下降 这是什么原因 是你的这个皮壳有问题了 还是你里面的这个精气神有问题了呢 所以你的精力不足了 气力不足了 神力不足了 你也曾经年轻过 你也七八岁过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 这个能够抗病毒 你为什么 那个时候的身体是光鲜的 你为什么 你那个时候是活泼泼的 你现在开始变得老胎隆重 开始这个变成老干妈老干爹 整天的一压哀叹 没有精气神 精神不饱满了 神采不飞扬了 神气不起来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在这个 最近百年的 错误的思路的教育下 把我们这个生命实相完全颠倒 把一个皮壳 当成了自己 把一个皮壳 当成了健康的根源 这是哪门子的学问 纯粹是胡说八道的学问 那么我们的医学体系 健康体系 居然是建立在这种 胡说八道的学问之上的 就是人要健康找医生 只有医生保护你 你才能够健康 完全不知道 每个人的健康实际上 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去看医生 医生先问你咋地了 你为什么来看我 我肚子不舒服 医生诊断 你的胃不好 然后 为什么来看我 我发烧了 我感冒了 医生给你看感冒药 那是医生看你 还是你看医生 你现在问清楚了 对吧 你看了自己的病 医生只不过是个镜子 对不对 那你自己知道自己感冒了 去买感冒药就行了 那不就自己就治好病了 你为什么跑到医生那儿告诉医生 你感冒了 医生又给你开感冒药 你又去药店里拿感冒药 颠倒是非的世界 颠倒黑白的世界 颠倒整个生命实相的世界 所以说我们 每一个人没有真正的觉醒过来 谁是自己的主人 你的精气神是主人 你的精神系统是主人 你的这个肉壳 是要保护好的 要吃好的 穿好 穿好是不要冻着它 不要热着它 吃好的是要吃五穀杂粮 金木水火土 这个变成我们肉身 的组织部分的是五大粒元素 古人把它分解成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 所以你吃要吃五穀杂粮 黄的补脾胃 红的补心脏 白的补肺 紫黑的补肾 绿色的补肝 所以你要吃这个蔬菜 吃大米玉米 大米是白的玉米是黄的 这个吃玉叔叔 吃这个地瓜 红色的地瓜 西红柿都是属红的 那么茄子属紫色的等等的 吃这些五彩色的五穀杂粮 你吃一堆肉 这堆肉是五种东西组合的 它才能够健康 也就是你的皮壳 皮壳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些东西 它靠你吃喝 吃喝 因为这是土里做的 我们这个肉身 是爹妈给的 爹妈给的是无极土 是离不开地球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有两个身体 一个是自体 一个是集体 古人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称为 叫自己 自体是属于灵性这个部分的东西 也就是装在你这个皮囊 壳里的东西 所以这个集体 这个肉体叫集体 无极土 是土里做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吃好喝好 还要睡好 睡好的时候 是为了解心失神 把那个自体解放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睡眠 为什么我们在meditation的时候 要做婴儿面 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就是你要从这个皮壳中 把自己的那个自体 自体释放出去 叫解心失神 所以这个自体 在传统又称为神体 神体 这个自体 神体里面有什么组合 哇 这是一门大学问 所以我们致力于十年的教学 甚至在我们之前很多 这个圣贤教育的推动者 都在帮助大家认知生命的实相 那这生命的实相 就是自体 是一个独立于你的躯壳之外的 完全的另外的一个身体 你的这个肉壳身 看成一个整体身 它里面有很多组成部分 细胞 然后五脏六腑 精络 气血 然后所有的组成部分 骨 骨髓 这个神经 神经地质等等 有液体的 有这个固体的 有气体的 你呼吸气是气体的 所以你的肉体身 有液体的部分 有气体的部分 有固体的部分 组成的 所以当我们说你的躯壳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纸糊的 或者只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矿天水瓶子的瓶子 不是 它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 复杂的组合体 所以你要认知你的身体的健康 是要这五大粒元素 金木水火土的 五种元素的气胎 液胎 固胎 那么实际上还有一种 大家不太重视的 就是这个音波的音胎 音乐的音胎 音就是波 波 这个我们当我们说声的时候 当你教引擎的时候 当那一下是声 当你手离开以后 那个引擎还 一致想下去 那个就叫音波 因为你完全没有接触了 你敲那一下的时候 那叫声 当完了以后 下去那个音 所以我们经常讲喉轮是抱身轮 在密法里面叫抱身轮 抱身轮当你的喉轮念咒 完全体力是波动 波动 这种波作用于液体 作用于固体 作用于气体 液体 液体状态的 这个物质里面波动 水波 扔个石头到水里去 它产生波 你这种音波 体内通过颂咒 或者说话 产生的工伤脚之语的五音 会产生波动 可以产生波动 那这个波动作用于液体 波动作用于气体 波动作用于固体 你的骨 你的骨 可以产生特殊的治疗效果 所以说他们现在 在西方还有一种送波疗法 拿着一种钵鱼 然后咬不同的声 通过这个波 来波动你体内的波 液体产生波 气体产生波 固体产生波 然后来进行这个疗愈 所以说我们忽略了这种音波物质 它也是物质 那么它的产生很奇特 必须有什么 有空骨回音 就是你必须体内很多地方是空的 你的气管充声带 充声带以后 这个嗡嗡嗡的声音 通过你的鼻咽腔 通过你的颅脑腔 通过你的胸腔 你的夏丹田 你唱好的歌 你要夏丹田发音 是不是 你必须有空腔 有空腔 它才产生这种波动 那这种波动作用液体 作用气体 作用你的固体 就可以产生音疗 这是一种很高级的疗愈的方法 疗愈的方法 那么这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因为你体内真正要疗愈你自己 是疗愈精气神 记住 不是疗愈这一堆皮囊 刚才说它这是个壳 它这是个壳 那么在肉体系统 它是个复杂的 刚才说有脏腑 细胞 神经线 气管 食道管 然后血管 血管里面还有液体 气管里还要有气体 骨头里面还要有骨髓 等等 那么身体肉体肉壳身 这个壳是一个复杂的 一个由后天地球上所产生的物质 所组成的一个生命体 生命体 那么这是集体 自己的集体 那么自体是什么东西呢 自体是什么东西呢 没有人研究 观自在 这个字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自体 或者我们的神体 或者是灵魂身 到底里面有什么部分组合呢 共同组合成了自己的灵魂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 在这个部分的教育完全丢失 这个丢失的原因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西方文化 对东方文化的侵略 整个的西方文化 在工业革命之后 因为大机器生产 使用了这个科学手段 使人类的这个物质生活 这个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人们开始过好日子了 开始能坐上汽车了 坐上飞机了 这个可以坐上火车了 这还得了 你还是牛车 你还是马车 于是呢 这个 以这个人类物质享誉的西方 为代表的文化 极大的冲击了 冲击了东方文化 冲击了我们灵魂教育的文化 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 你要眼见为实 你要说鬼神存在 你要说精气神存在 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科学仪器给我证明 这个是谁规定的 西方科学家规定的 西方的政治家规定的 西方的枪炮规定的 你不使用我这种文化 我就打你 我就说你落后 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整个西方用他们的强权 暴力 还有对各位的物质生活 欲望的极大的 引诱诱惑 使你们丢失了自己的 灵魂系统的生命真相的认知 一群行尸走肉在人间 完全丢失了灵魂教育 完全 丢失了生命的真相 这是是事实后大家要觉醒的 很多人今天要寻找健康 还是在臭皮囊上 那么现在的医学 用西方的科学正伪的方式 产生的大仪器 的检测功能 分析功能 制造功能 都是十五千里的 在历史上都达到了巅峰 但是治好了人了吗 癌症病人不是被治死了吗 各种慢性病不是继续在慢性病吗 问一问你们慢性病患者 你们好了吗 你们吃了他们的药 用了他们的技术手段 好了吗 不是继续在养病 继续在医押妈的躺在床上 还是不停的许医院 还是不停的依赖 还是不停的在这个肉身上倒疼 好了吗 癌症病人好了吗 心脏病人好了吗 只能装支架 再装支架 我认识的一个人 身上装了十几个支架 听说还要装支架 心脏有多大 已经装了十几个支架 里面还要装支架 你个人治好了吗 你治好心脏病了 你只能装支架吗 大家要重视 我们自己要清醒 你们自己要清醒 你们这些慢性病患者 即将要得慢性病的人 你即将 你已经有心脏病 你有各种病的人 拜托 拜托你 你脑子醒过来 给你两巴掌 把自己打醒 你不要再这个样子 你看你前面的那些被治疗的人 哪一个好了 能不能把这个慢性病 能不能把这个慢性病恢复过来 能不能把这些心脏病恢复过来 能不能把这个各种现代 这个认为无药可救的病治好 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很多前辈在自己中风之后 他认知了生命的无常 然后断然去学经做 一个meditation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 自己的中风完全恢复 他恢复的是什么 精气神 他恢复的这个皮囊有问题了 是里面的精有问题了 气有问题了 神有问题了 要知道是什么出了问题了 所以要对精气神 这三种物质进行什么 进行彻底的改造 才能彻底的治愈自己的生命体系 那么这精气神的精神系统 或者是你们平常所说的灵魂系统 是由五大组成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系统叫灵 第二个系统叫魂 第三个系统叫魄 第四个系统是神 第五个系统是意 意念的意 那么这里讲的这五大体系 灵魂魄神意 是科学 最科学 第一想到灵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病的 为什么 我们的灵是像这个 矿泉水这样一样 轻轻 没有一点物质染杂的 就这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不增什么 不减它不能坏的 它是金刚的 是透明透亮的 所以说我们的灵大的时候 和近虚空变法界的虚空法界 是一个整体 这是大我 这是大人修 所以说我们叫解心使神 当你把神的系统 刚才说老师讲神的系统 包括了灵魂魄神意 这是一个大的神 神是系统 神是系统 那么这个神是系统里面 灵 这个近虚空变法界 小它可以拿到你身体里的任何一个部分去说 比方说你的细胞核里面 有没有灵光 没有光死的 你的手有没有灵光 手没有光死的 黑死病吧 要锯掉 要锯掉的 你的物脏内部里面有没有灵光 如果没有灵光死的 肝硬化 某一个部分得肿瘤了 这个变异了 死的 是另外一种 吞噬你活细胞的一个黑洞 所以是那要把它弄掉 否则它把你整个身体的营养都吃掉了 死的 所以是 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神的系统是一个大系统 像当我们在佛教学习的时候 佛教体系学习的时候 要知道神这个系统是一个大系统 它包括了灵 魂 魄 魄 神 意 五个系统 魂是三个魂 人有三叶杆 那么里面有三个神 叫三魂 一个来自天 一个来自地 一个来自今生父母给你的 是父魂 母魂 共同铸造的一个魂 它叫守施鬼 它叫幽精 是看不见的一点金光 那么天魂叫太光 地魂叫爽灵 那么这在中国 五千年文化的道藏体系里面 是有清楚明白的教育的 不是张老师发明的 这三魂系统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仍有五月费 加上中间 的空总共是七个魄 五月费上各有一个魄 中空那个地方有两个魄 所以总共是七个魄 三魂七魄 所以中国古人的成语里面 有丢魂落魄 有魂飞魄散 这是拜托你们去研究研究 真正的中华文化的祖根文化里面 这不是明信 这是生命石像 你没有魂魄 没有魄魄魄 没有魄魄魄魄裏 手都抬不起来 脚也抬不起来 没精神 没魄力 没有三魂 这个人叫六神无主 整天像个死人一样 眼睛直勾勾的 大脑不会转 然后做什么丢三落四 整天睡不醒 这是丢魂 三魂 不在体内产生的疾病 到了中老年 这个魂魄 不太喜欢安居体内 说是导致了老年人失忆症 老年的老胎隆重 腿脚抬不起来 魄力不够 魂力不够 三魂之力不够 导致各种疾病 我们在应用过程中 调制过程中 然后发现了 这个古代传统的 居魂炼破法 居魂 居破 然后使他们安居于体内 而不外游 等等一系列的方法的 这个显效 显著疗效 包括今天儿童的 这个 儿童的这个躁况症 抑郁症 都是丢火纳破症 我们调制过程中 效果显著 基本上十个 十个都可以调整过来 但是年纪过大以后 这个需要时间 要看这个 这个自己个人的 能否用meditation 再来配合 家人能否配合 配合相关的这个中生药 可以治疗 这是显破系统 神这个系统 神这个系统十分广大 显破神的神这个系统 有五脏六腹神 眼耳鼻舌 身神 细胞神 只要你身体里面 有灵光点的地方 都有神 因为灵 这个神 是灵的儿女 有灵的地方 有灵光点的地方 就可以产生神 产生神 有一些神是先天的 有一些是要后天 这个得意生神 通过人的心意下功夫 把它铸造出来的 聚精会神 练出来的 所以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叫培炼神体法 又叫换身修炼法 那么这个包括 这个元神 育神 圣神 五脏阳神 六腹阳神 体内的万神 的这个聚精会神 对神进行 由阴转阳 由阳转真 使每一个细胞 最后都能量化成五亮光 去去染杂染物 这是神这个系统 意这个系统 意是自己的心 产生的音 叫心音 中文字是 心上有个音乐的音 有个音乐的音 所以是这个意 就是说你心动了 就产生意 心不动的时候 没有产生波 记住啊 这个音提到的就是波 没有产生波 就没有意 只有心 没有意的时候 心是什么样的 心 是近虚空 变法界 无量广大的 无量光明的 所以我们在佛教传承体系中 学到的空性明体 是它的本色 它首先是空的 它是透明体 近虚空变法界的 无量光 这个光而不要 不要眼 那么这就是心体 心体要产生作用 要产生意 就要产生在一个点上 产生震荡 叫音波 心意下功夫 就是意念的意 我想吃东西了 意念一动 去找东西吃 心驱使自己的身体 去找东西吃 这是意 动为先 意动为先 意上 心上产生了一个点 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 就是一个点 这一点 想法 然后 根据这一点想法 去 作为它 由意动而驱动 口动和身动 产生了身口意的作用 你看 你看 古人早都研究的这么精细 这么细致 这么 这么准确 你们整天猛叉叉地活着 古人说得很好 你在起心动念处 起心就是意 动念处 就是念头 有那个念头 所以你在起心动念处修 你看住自己的念头 你看住自己的起心 如果是善 则善固执去做 如果是恶 断恶行善 把恶念 当 断掉 然后 让善念去替代它 则善固执 所以是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神体 这个大的 范畴内 和这个 自体 这个大的 范畴内的 一个我 这是一个我 自我 自我 那这个肉身 这个我 叫身见 那么我们自己 在提到这个神 这个系统的 大系统里面 包括灵魂破神 意这个大系统 在里面的时候 要重视 这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 后天 熏染的意念 这个叫 后德志 那么 来自你今生 和过去 七次 父母 造就了你的身 有七辈子 你自己的这个 在阿兰野史中 携带来的 这些意念 这些意念叫 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 所知章 所知章 我们今天 科学发展到今天 大家都知道 我们之前很多 无知的东西 不知道的东西 现在都知道了 Internet有了 这个什么 AI技术有了 这个航空技术 之前都没听说过 现在也有了 连一个土都变成稀土了 你这些知识 以前哪有 科学发展 你才有 有有 那你如果你用之前的 你不用现在的 新的发现 新的科学 去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 那你今天还不会用手机 还不会用电脑 还不会坐 这个 坐这个 地铁 还不会坐飞机 那你是个废人 对这个社会来讲 你是个累赘 说与时俱见 苟日 苟日 这个心 日日些 我每天更新换代 自己的知识 但是可惜的是 老顽固 老顽固 即便是你今天 是二十几岁 你也很顽固 顽固在自己的 所知章里面 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经历过了 这个事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叫所知章 章 章爱了 章爱了你去 接触可能的变化 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中国古文化 和传统西方古文化 就是一个变异 永恒的变异 每天都在变异 每时每刻的变异 让大家知道 去顺应 这个变异着 去工作 去学习 去生活 横顺 你要睁开眼睛看 有眼睛你应该看 有耳朵你应该听 有你自己的心 你应该去想 你不应该 像一头牛一样的 蠢 蠢到只知道 低着头走路 不知道去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变自己的看法 改变自己的 对未来的一个心知 一个认知 对高科技的一个使用和认知 还活在老旧的 不要紧 我有病 我有医保 我要去看医生 我不要用什么现代医器 我不要用什么现代科学 我就是把自己交给医生 和该倒霉嘛 你去找咯 药是可以免费的 不花钱的 你的罪谁来说啊 蠢啊 蠢啊 很蠢啊 你以为吃药不花钱 看医生不花钱 就用自己的这个宝贵的躯壳 去养病 去生病 这就是智慧哦 这就是你人生的选择哦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 调养自己的精细神 是自己不生病的 你不是蠢到家了吗 不生病不好吗 每天起来早晨 大脑清醒 整个一天身体清理 愉快 轻快 活泼泼地活着 还不好吗 所以是大家 蠢 愚痴 贪嗔痴 活在痴里面 活在不肯改变里面 活在没有一个 新的信仰里面 这个新的信仰 你要相信高科技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 今天从新加坡 到北京去 还骑着一头老牛去的 你们有吗 可以走啊 骑着老牛去啊 没有啊 笑 那么你们现在对健康的认知 你们还就是这样 骑着一头牛 这种水平啊 有病的 我看医生哦 我有钱呢 老爹老娘 我有钱哦 痛苦谁受啊 痛苦医生给你受啊 儿女给你受啊 蠢啊 自以为啊 自以为自己有钱 自己有劳保 有保险 有什么 我都可以了 蠢 最近有一个歌词 我经常念到 这个 马虎不知道 它是一头驴 那个驴 不知道自己叫马虎 自以为是 蠢啊 蠢驴啊 蠢人啊 陈道家 不知道自己是主人 这个只是你一个壳 只是个皮囊 这个皮囊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这个漏了 能装水吗 不能啊 你这个身体病了 身体病了 里面的神 浑神不宁啊 疼是你的神在疼啊 为什么 它被毒害啊 它里面的气不通 它这个 输油管道不通了 输油管道不通了 那个汽车 汽车打不着火了 然后那个油箱 那个油管不通了 油箱的油不能够 顺畅地流烫了 车不灵活了 走住了 要进大修厂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精气神 是你们健康的根本 精要像这个一样 纯洁 无染 精有五种精 这个金木水火土 五种物的精华 叫精华物 都要什么 红的透亮 是属于血液这个系统 心脏这个系统 属于火这个系统 黄的透亮 是脾胃这个系统的 这个黑的透亮 是肾这个系统的 白的透亮 是肺这个系统的 那这个还有一个绿 绿的透亮 是属于肝这个系统的 肝这个系统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五脏精华 都要还原成 没有污染的 纯净的精华物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腺体 你整个的五脏液 肝脏里面流淌的液体 是这个绿色亮油油的 清纯的 肾脏里面是紫黑色的 亮晶晶的 脾胃里面是黄色亮晶晶的 然后这个肺里面 是白色亮晶晶的 这个心脏里面是 火红的亮晶晶的 没有粘稠的 不会动脉硬化 不会堵住的 不会血管里面 粘的油质的 因为它是清亮的 没有污染的 没有忧构的 没有粘稠的 五脏精华清纯了 然后再来谈 武器的清纯 只有清纯的液体升华 才能变成清纯的气体 清纯的气体 用清纯的气体聚起来 就可以生成清清的光 那面粉里没有毒 小颗粒 红的小颗粒的光 白的小颗粒的光 紫的等等的 五彩光 没有染物 没有染物 那个叫五方净土光 又叫五方佛光 又叫五老之光 中国古人叫五老 五地之光 用这光 再聚成神 由神光点 神光谈 变化成神光体 那神就是 是佛 那神就是道 那神就是上帝 因为一解无染也没有 所以这个在中国古代叫 原精化元气 元气化元神 你体内的八万四千个细胞 就可以都成为一个 每一个都成佛 每一个都回归道 每一个都变成上帝的光 不是被你们染物的 乌七八糟的人的光 鬼的光 被污染的光 所以说我们修行 为什么要做meditation 为什么要去修炼之旅 借地灵之气 借强有力的地气 去冲开自己的体内的五脏六腑 使里面的气光阴得到变化 把染灼的东西放出来 摄取精华物 使自己彻底的进行改变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一个人从凡夫要成佛 要在于物业 是你体内物质的变化 由染物的物质 最后变成了 五方佛光清纯的物质 你才能成为五方佛 你才能还原成 自己的本来面目 去究竟地成就自己的报身 都在于物质的变化 什么物质的变化 精 气 神 三种物质的变化 五大力 所以在佛门叫五大 重视五大的进化和修炼 在中国古代 叫金木水火土 五大元素的进化 在佛门叫地水火风空 物质的变化 所以都重视气脉明点的修炼 气就是体内的 刚才说 这个进化的气 你有没进化 还是乌浊的气 明点就是精华 一个点一个点的精华 这个脉 就是不是血管 不是气管 这是有形的 是今天西方科学家至今 还没有完全用科学仪器 找到的经络 这个叫脉 气脉明点的修炼 那么在佛教的教学体系中 他讲到了三脉七轮 是中央干脉 有三道脉 中左右三道脉 每道脉的交汇处 形成像一个莲花开的一样的 一个脉从 比方说我们顶轮 有32个脉管 它就像一个花向下开 像雨伞的伞骨开 但是从中央 这个饭穴 饭穴这个地方 啪 扎开的 对称的32个脉 喉轮 啪 在中央向上 张开的是16道脉 心轮向下 张开8道脉 这个肚脊轮向上 张开64道脉 当然还有生日轮 什么轮 咱就不去讲 今天不是讲这个 所以你看 它重不重视这个脉 这是气脉 这里面走的都是 这个气 清气神的气 只有这个脉冲开了 你就不赌 不赌 你就是健康的 你的气循环的 眼睛看不到的气脉中的气循环的正常 血液就正常 气是推动血液的 这个关键的推动力的一种力量 叫营气 这个营房的营 营业的营 叫营气 没有营气 血液流速就慢 没有这种力的推动 气力的推动 血液流速就慢 就容易粘稠 就容易沉淀 东西在血管里面 堵塞血管 所以大家要重视 你们学的哪门子科学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 简直是完全蠢到家的人 为什么不能够抽时间 对自己的精进行一些进化 对气进行进化 对神进行进化 什么样的方法呢 meditation 禅修 气功 还有动仪练行的 各种动工的修炼 包括藏山佛教 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动作的修炼 在密宗的法里面 那么在禅宗里面 达摩祖师也留下了 易经经 通过这个形体的运动 来进化自己体内的精气神 那么中国道家更是讲突纳 突固拿心 把这个体内不好的东西吐出去 把好的东西吸进来 六字七诀 还有太极修身 把自己的认都二脉练好 认都打通 毛有打通 把身上的中脉也要贯通 最后是七万两千条脉 每条脉都打开 科学的 这是保养 所以这样活着的人 可以预知时日 无疾而终 寿终正前 而不是在医院里 被动地死去 活着就进行了换身的修炼 对体内的 通过黄瓶内颈经 对体内的五脏六腹神 牙耳鼻舌身的各种神 进行呼唤 独立守神 让他从肉壳身中独立出来 最后凝聚成一个得意生身 由得意生身而变成金刚不坏的暴身 是自己体内的非得意而生的身 我们这些三魂七魄五脏神 都不是由你的意念所决定的 不是因为你的意才生出的身 是本身他就有这个身 本身就有这个形体 那么我们是需要这个炼魂吸魄 然后使魂魄神再聚成一个 报身 报身 修辞大换身 组合的换身 报身成就 大家要知道 这个健康的来源 健康的来源不是肉体 不在你肉体用药 更不要等到自己的这个肉体损坏之后 才去开始修复 这个怎么 为什么肉体会损坏 肉体是物质的 整个都是物质的 肉体这个物质 什么东西可以让它损坏 酸性物质 你们知道有一种雨叫硫酸雨 这个水里面含了大量的酸性物质 然后太阳一晒以后 这个水蒸腾成水蒸气 到了空中 预冷以后下成雨 这个雨只要一下到这个草地上 满地的草都变黄 为什么 被硫酸雨怎么样 烧死了 对 你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病哪里来的 硫酸雨 酸性物质大量沉淀 不得到净化 首先是从液体的酸性 吃肉 不运动 然后堆积 这个地理的东西 现在都有毒化肥 农药 大量的毒药 囤积在体内的液体里面 没有及时的用meditation 用各种科学仪器的方法 去使它净化 所以是最后变成什么 酸性物质 酸性物质 在你的这个心火的作用下 体内地火的作用下 太阳照的作用下 升腾成气 这些气就变成带着 大量酸性的腐蚀物 然后腐蚀了你的气管 血管 肺脏 肝脏 五脏六腑 那么这种酸性的气 最后凝聚起来的光 更有杀伤力 就像极光一样 是带有酸性的极光 腐蚀性 它的密度更高 然后速度更快 所以有的人 一旦发现癌症 死得特别快 什么原因 就是已经凝聚成光力的 它已经变成光 吞噬你的身体里的能量的光 达到了这个水平的 所以因为它也是神 里面也有众生 也有形体了 你把它养成形体了 原来它还是一群种子 就是一堆蚂蚁的懒 你慢慢把它养成养成养成一群蚂蚁了 就变成癌细胞了 癌细胞每一个都像蚂蚁一样的 会爬 会吃 会转移 它是活的 它有生命体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后天的 靠吃什么 喝什么 想获得健康 是错误的思想 是完全靠精气神 靠神化气 气化精 把这个精由染去掉 它的染变成纯净的精 这是养生之道 这是从哪来呢 是从神 叫要做义 要有强有力的欲望 是自己的神作用 是自己的义作用 也就是 你的灵魂破神义 这五大力的 主人 它在你身体里起到主人作用 他们要和你一道 来对气进行进化 所以土固拉心六字七诀 喝呼吸叙事 把浊的酸的吐出去 吸拿 没有酸性的 纯净的 来自法界的无量光 进去体内 对气进行进化 气进化之后 接下来变成雨露 对水体内的液体进行进化 然后精都是纯情的 你身上开始冒着香叮叮的 体香 没有酸臭味 出汗都没有酸臭味 否则你出完汗 人家在你身边 闻不到那个胃 酸臭酸臭的 为什么 都是里面的液体 带酸性的 带酸性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的健康从哪里来 从 魂 破 神 意 从意开始 然后调动自己五脏六腑 所以一定要送什么 黄庭内经经 从神 意支配神 神 合着魂破 三魂 带着天的信息 带着地的信息 带着你父母九族的信息 三魂 七魄 使你自己的五脏六腑 强有力 充满着一种魄力 所以你才动得起来 舞才跳得起来 然后意志力才强大起来 合着你的魂破 神一起 然后 使自己的灵 还原到自己本来空明 透亮的这个状态去 就对自己的液体 完全进行了进化 这样你体内的液体 是清纯的 生成的气是清纯的 产生的神是神清气爽的 神清了气就爽了 人的精神就高涨起来 心态就亮丽起来 然后就积极起来 所以修炼是一个必须的一个方法 但是很懒 不炼 不炼怎么办 所以是没有办法 这词是蠢啊 马虎不叫驴啊 人呢 蠢到跟马虎一样了 那我这样就不骂人了 因为马虎不是驴嘛 蠢驴啊 不是人啊 畜生啊 很可怕 这个师身人面相 对师身人面相 埃及的启示 告诉了我们人类 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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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埃及法老王到现在 堕落了三千多年 堕落成马虎 爬着 坐着 没有站起来坐着 不像个人一样子 长着人的面孔 畜生的行为 懒 连蛇 连那些狐狸精都知道 十五的晚上 那个蛇要弄个尾巴 垫着自己 把整个蛇身直立起来 像一根棍一样 因为要顶天地地 天气下降 地气升身 才能修炼 人家就是 得了一个畜生身 还知道去修炼 那狐狸要这样爬着 前爪 要长 爪子朝上 眼睛瞪着 往天上看月亮 修炼 人十五在干什么 吃喝玩乐 去迪斯科摇滚 一拜鬼相 这就是你们要的生活 蠢 很蠢 所以是时候醒一醒 为什么要十五拜月亮 今天我们才发现 科学家发现了个秘密 生命离不开一种光波 叫太和兹光波 人体放出来的这个波 到底是什么波 到底是什么光 至今还没有被科学界和生命科学界去重视的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太和兹光波 这是从红外线 远红外线的光波里面摘出来的 这个光波 是我们开始有生命 到生命结束的生命光能 如果这个光能没有了 人就死亡了 完全就像电池没电了 手机灭积了 从开始小宝贝 他为什么不生病 就是因为外层有一层光波照着他 就好像一个气球一样照着他 头光 星光 生光 这个光波就是太和兹光波 大家蠢 不去接触这些东西 这个光波随着你生命 到这个男的十六岁 女的十四岁 女的来立架 男的开始射经 这个时候开始耗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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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耗损到这个你死亡 完全没有这个波 人就死亡了 所以是古人 让这个在十五的晚上拜月了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故乡是生养你的地方 生你养你的地方 所以是生你养你的是太和兹光波 那么今天科学家发现 月亮释放给地球的是太和兹光波 所以是这就明白 古人为什么要对月 要修炼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 仪是地上霜 在一片皎洁 这个光明中 安置自己的无量光 这是一种高级的禅修境验 为的是补充 一个月消耗的 大量消耗被生命消耗的太和兹光波 生命光能 不仅如此 古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 严格要求用木和土来建筑 没有铁 都是土胚房子 木结构的房子 这都是地里的五行 土属这个砖头 这个泥巴砖块 这是什么 土五行 五行里的土元素 木屋做起来的是木元素 那这个木土属于地球上的元素 所以是太和兹光波可以穿越 可以很好的透入 所以你即便是睡在家里 从十五的前面七天 后面七天 这半个月的时间 月亮都给你大量的补充太和兹光波 所以如果能够很好的安眠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整个的对生命能的一个补充 人 古人很少得癌症 很少得抑郁症 躁矿症 各种各样的奇怪的 现代科学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名的病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一致保持着充沛的精气水 大自然 你是自然造出来的 你是天地人三才的产物 你是天地的儿女 当你需要的时候 天地无私地再次地给你补充 所以就是这样 人和谐地与大自然 统一在一个整体 我们今天可惜 住在钢筋混凝土的墙里面 虽然太子光波 可以对人体进行补充 很微弱 已经被这些钢筋混凝土 死的 这是死的 记住 混凝土它是死土 它不是活土 砖和这个 砖胚 这个泥胚 做的这个墙是活土 活土 它不是死土 所以是对人体是有益的 但是我们今天人类福报越来越小 开始住鸟笼子了 你不像古人那个样子 地大天大 睡在大自然的这个 一个平房里面 帐篷里面 你现在没那个福报 都住到鸟笼子里面去了 这是人类德行的缺失和愚蠢 开始跟鸟一样的睡鸟笼子了 一层一层的 所以这种文明的发展是到头了 应该回去住土房子 住木房子 回到大自然里去生活 那才是人应该生活的地方 而不是钢筋混凝土堆积的城市 高度的污染 高度的对人体的侵害 这里面大量的酸性物质 各种有毒物质 汽车尾气 工业污染 对人体的大量的损害 所以有福的人 应该回归大自然 去住木房子 住土堆房子 而不是再要住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房子 对人体是无益的 所以本来我们人 是可以快乐地活着 因为你有了太子光你就会快乐 因为它是一种生命的冲动力 像小孩子一天到晚 玩玩玩玩到里 蹦 躺在那里两个小时起来 蹦 又是活蹦滥跳的 对啊 你如果是充沛的 有这样的光能 以这种能量 这种波动 那你就依然的可以能阴而乎 老子说能阴而乎 我们今天不能阴而乎 因为没了能 没了电 没了光 十五你根本就不会去晒月亮 你根本就不可能躺在大地上 仰望着蓝天 看那朵月亮 你会吗 你不会 你不知道在哪 甚至连十五都不知道 因为举头看不到明月 都是高楼大厦 水泥屋顶 看不见月亮 忘了今天是食物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家面对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人体的太子光波 怎么才能够产生 你吃任何东西 不可能再产生它 那只有通过深度的meditation的修炼 和这个破了自己的身的舒服 破了自己心的舒服 身心两空亡的时候 你就是这个虚空 虚空就是你 你可以快速的补充 这是这个在这个禅修过程中 很重要的这个明星见性的经验 就是身心两空亡 在这里面可以对自己的神进行改造 对自己的气进行改造 对自己的液体进行改造 那么24年以后 我们人类要进入一个特殊的时空 就是人类灵性大量的觉醒 重新回归人 是人 不是马虎 不是这个尸身 这个人面相 是真正顶天立地一个人 你不用像长虫 你不用像蛇那样 这样拱着去修炼 你可以顶天立地地坐起来 头朝天 屁股朝地地去修炼 24年以后 会有大量的人一夜醒来 去寻找灵性的解脱 寻找人类真正的归途 而不是再依赖于这个皮壳身去 要房子 要地 要什么东西 不是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灵性的解脱 那个自体身的成就 只不过这是个再提 就像我们需要一个房子 挡风折雨一样 你需要一个躯壳 因为你没有躯壳 你不能够做人的事业的话 你不能够挤功雷德 你欠人家那你还不完 我们需要有一个躯壳 六道众生山 地狱里的鬼山也是一个躯壳 有那个躯壳可以消业上 你被刀割 你被冰冻 你被火烧 那是好事情 因为你有一个躯壳可以还债 你连这么一个躯壳都没有 你不能还债 你有一个狗身做人家的奴才 然后摇尾七连 去报答那个主人 好事情 这是个畜生身 你有这个身 你可以去报答你的主人 做牛做马的去帮人家干活 然后任人屠宰的换钱 去还债 也是好事 做恶鬼身也是好事 过去是做了太多的恶业 用恶鬼身去偿还 做人身更是个好事 你不单你可以还债 你还可以建功立业 创造功德 是功德圆满 这一生成就 不在后有 做最后一生 天人身 修罗身 都是好事 因为没有此身 没有六道众生身 你没有办法去还债 你没有办法寄功累得 你功德不圆满 你欠欠的债不还完 你不能够究竟解脱 有六道轮回是个好事情 你有各种身去还债 还债就是一种修炼 我修炼有两种 一种被动的修炼 是逼着你 被火烧 被刀割 逼着你去还债 通过你的痛苦 让你的冤信债主 欢呼 开心 来偿还债 有主动的修炼 就是我们人身能做到的 就用这个人身 做道气 我们有手有脚 我可以开车 开车我就可以远行 我可以跟师父去修炼之旅 开车我可以从家里 到师父这个道场来 我有腿 我可以走到地铁站 我可以坐地铁 来到道场修炼 对 因为你是个人 你的手脚是有用的 有耳你能听 有眼你能看 你看你听 你去改变自己 你去修炼 人身是个宝 要保护它 让它健康 那么从哪开始 从神 化气 气化 经 道着来 特别是你们是 中年以上修道的人 从炼神法 到炼气法 到炼经法 所以我们是有福之人 因为我们的这个 在中华五千年的传承里面 传承了天元神修丹 天元是从天降下来 原是原本的原 神修 神化气 气化经 因为我们已经老了 只有禅经 你不是同真修道 像喇嘛们六七岁就去寺院里修 人家是炼经化气 炼气化神 因为人家的经还是纯的 因为没有欲望 没有男女的色欲 所以人家的经是纯的 所以可以从炼经化气 炼气化神 直接元气化 元经化元气 元气化元神 元神 归道归真 我们不行了 我们的经是臭的 五脏精华都是臭的 那生吃的气是臭的 所以你要炼 敢敢炼经化气 炼处的都是臭气 臭气又生成的是阴神 灼神 叫格鲁精神 很麻烦的 所以从修神这个地方开始 让师父们从陪炼元神开始 炼元神 玉神 圣神 这个幻化神 那么最后三神成一神 圣阴神 变成这个 入圣胎变圣阴 变金刚不坏的爆神 然后从这 在化自己肉身的浊气 化自己浊气里面的 化成 把浊气化掉 化成这个圆经 把这个浊经给去掉 是倒着修 倒着修 倒着修也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的经如何把它快速的进化 气快速的进化 一经浊了的神 怎么样 你这个修这个黄庭内景经 你里面都有五脏神 雅耳鼻是神神 都是浊神 怎么办 改变它 用什么改变它 给它能量 给它好的能量 给它青春的能量 青春的能量哪里来 所以说我们之前 给大家找到了一种产品 这是泰克兹光波芯片 那这个是个宝贝 很多人应用了之后 确实配合着穴位 配合着什么的修炼 这个产生了巨大命功的变化 但是太阳贵 1350新币一片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得起的 尤其我让你们披甲护身 一个人要用50片 基本上你们就破产了 养老金就没了 所以没有办法 而师父继续去找 找一个能够便宜的 你又能够应用的泰克兹产品 找到了它 记住 这个口号 吹一吹一百年少 跟我念 连这都不想 哎呀 没出血 吹一吹一百年少 嘴还张不开 咋这么就那么开口呢 黏住了 这个要有魄力好不好 要有神 那个神要提起来 教你们提神方法 来 两个眼睛往这看 拿手来 来 左眼右眼看 哎 往上看 往上 眼神往上看 第一次提神 提 再来一次 看 提神 上 再来一次 三 提神 上 眼睛往上 瞪 吹一吹一百年少 对了 下一次就要提神 不要整天往下面看 baby下流 整天往下面看 地上不涨钱的 天上会掉钱的 要看钱 要往钱看 是不是 没有往地上看 往地上看 越看越低沉 越看越低沉 你睡着了 你睡着了 哪有钱来 神不足 所以炼神法 就是要提神 提神 提神 OK 提了神以后 这个精气神 神忘了 气忘了 气忘了 精化了 好 好好练六字七诀 把这个酌的话 所以找到这个产品以后 阿弥陀佛 太棒了 价钱是大家可以承受得了的 它这个产生的波 是真正的太和子光波 它的光谱在那个地方 所以是借助这个 给你体内已经缺失的 这个光波能 进行大量的补充 大量的补充 这个一定要重视 师父是不妄于者 不邪于者 不矿于者 不蒙骗者 为什么要用这个帮助你们 就是彻底的让你们 摆脱 浊精浊气 浊神 那基本上你早晨醒来 吹自己的头 眼 耳 这个后脑 整个围着头吹五分钟 整个人神清气爽 不管你晚上睡好没睡好 五分钟 五分钟就改变 这是什么 这是醒神的 为什么神刚开始头脑昏昏 然后眼也不清 耳也不听 然后吹他能够好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呀 你说出个道道来呀 有人说吹风机 你不用这个 你用你家的吹风机 你吹五分钟 保准把你吹糊了 你想睡觉 你不信你是 吹着热热热 大脑本来就热 然后吹完了就想睡觉 你吹是 有些人把他当成很恶心 把他当成一个吹风机 还有人把他说 我在欧洲 我可以出去吹树叶子 满地吹树叶子 落叶 家里落叶太多 他要拿着去吹树叶子 人贱 没办法 你把一个珍贵的生命光波仪 当成了一个贱的东西去对待 说你也贱 你也不会用 你跪不起来 因为一个尊贵的人 你一定要有贵的能量支撑 你没有贵的能量支撑 你怎么能贵 你怎么能贵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人贵是自贵 是自尊 师父说他是一个宝贝 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宝贝 他是有灵性的 你把他当宝贝的时候 他把你当宝贝 你把他当垃圾的时候 他把你当垃圾 不是吗 这个东西是心变互通的 你相信万物皆有灵吗 师父在上面做了手脚 把天地神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 你要得 你就要尊贵他 你们知道 见了喇嘛知道拜 知道给红包 你见了这个喇嘛不知道拜 他不长得也很像喇嘛吗 是你自己的主观意识的问题 你找喇嘛干什么 你不是学法 学法不是学技术 学技术也是为了精气神的提升 对不对 掌声一下 哎呀那么笨 找喇嘛 当爹养啊 你家里爹你还没养好了 你又找个爹养 你是要跟人学技术 然后获得那个技术 改变自己的精气神 不是吧 那这个东西可以改变你的精气神 为什么你不把它当喇嘛拜 你为什么不尊重他 为什么说他是垃圾 为什么给了你们 你们放在你们自己的储物间里 你自己见 没办法 给了你一个尊贵的东西 可以改变你精气神的 你自己不用 那能找人家 你请了个喇嘛回家 你给人关在你的储物间里面 盒子都没打开 到今年 能怪谁呢 你自己要尊贵 你就不尊贵你身边所有的人 尊贵所有的物 这花摆在这儿是为了尊贵你 但是你要尊敬它 它就越反地尊敬你 然后你越尊敬它 它越尊敬你 然后这一个舞台就变成尊贵的舞台 你觉得这个花不值钱 它也觉得你不值钱 你们俩在斗 然后怎么可能你会有效果呢 你认为这个不值钱 这个不好用 它怎么能产生效果呢 你既然信师父 师父说这是个宝贝 它好用 那你加上个好用的念头 这个意 作意 强烈的作意 好用 师父说好用 我就相信它好用 它就真好用 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一千台在这个社会的 通过那次大会 我们散发了两百多台 就带到了世界各地 我们自己后期在全世界又推动了几百台 那估计有一千台在下面每一个人手里 我们收集的情报讯息 每一个人都赞叹它 每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赞叹它 越穷 越倒霉的人越不珍惜它 越不去使用它 就是这么一个反差 使用它的人都说好 都说有用 都说神奇 所以大家要尊贵它 这是你使用这个宝贝的第一个要求 你不相信 请你不要用 没用 一定没用 你要相信 信为功德母 信为同步的基础 为连通的基础 所以大家一定从信德上 对这个东西有个全方位的认知 它好用 好用你在吹的时候要有定力 刚才说师父让你们吹头吹几分钟啊 你们吹几分钟啊 大概几秒钟 大概 师父不好用 我还昏沉 然后你看你说好用 不好用 师父说吹腿 吹腿 吹 三十分钟 三十秒 师父不好用 还是疼 定力呢 对不对 定力啊 你一定第一你要信 第二你要定 你要定 你要心平气和 慢慢做 做足数 对不对 师父说吹五分钟 耳朵吹吹吹 后面 就不急了吗 有五分钟足够吗 每一个点吹吹吹 吹到自己舒服 对呀 吹到舒服 每一个点都舒服了 最后整天 整个一扫五分钟下来 往上一提神 神经气闯 想去做工 对吧 没办法 刚才说 你要坐禅 要坐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 你起不来嘛 那吹五分钟 你就没有时间了 哎呀 那就不要可救了 就阿弥陀佛 好自为之吧 你爱昏沉 你爱咋回事 是你的事了 对不对 也建议你们白领上班 要带去办公室 一个上午下来 脑袋发热 对吧 吹一吹自己的肝脏 吹一吹脾胃 吹一吹头 这个谁反对你了 没人反对你 你坐禅 坐在那不动 老板来说你 开除你 不干活 你这不舒服 吹一吹五分钟 谁会反对你 所以我们一个配套两支 一个在办公室 一个是什么 在家里用 早晚都要用 我现在早晚都用它 早晚都用它 这用了 比你们早用几天 我从十月一号之前 大概半个月开始用 现在用了两个多月 这个肚子小了 很多人看到师父瘦了 这是肚子小了 腿 胳膊的肌肉 开始婴儿化 少年化 就不像中年老 中老年发展 这个面部的肉少了 你们看脸瘦了 肌肉紧了 但这个真实的变化 每天早晚我是必吹的 出差 我的箱子里一定是带着它的 宝贝 手机没电 你知道充电才能用 你人体没电了 你怎么去充电 你把自己220伏杀上去 你还要去心脏急救 触电 这个可以给你真正充生命电 你不用 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吹风机 只是当成一个可用可不用的东西 你没有把它当成生命中的必用的东西 每天要刷牙 每天要刮胡子 你是必用的 这个比那个更重要 这是内在的清洁 内在对自己精气神 三种物质的清洁 给自己的神充电 充能 充光 神足 我在大会期间 你们知道黑白大会 我们前后拉扯了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平均每天睡四个小时 那这四个小时 白天还要应酬大会所有的人 我就靠他 脑袋一昏沉 没有能量了 立马去吹 吹十几分钟 人就精神了 人就起来了 早晨吹 晚上吹 半夜起来写稿子 做事情 真的 所以是要对师父的这个找寻产品给你们 要有信心 要信 要信 不要恶心到是把它只当成一个赚钱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赚钱 但是我们是为了一个爱心 你们到现在很多人还停在那儿 怀疑不动 是因为没有爱心 我到马来西亚 有一个大姐 七十多岁 她一直支持我们的工作 她拿到这个东西 第一句话问说 这个有个病人 她浑身烂 这个现在医生 这个用药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能不能让她这个不烂呢 浑身不烂呢 我说可以的 这个一吹 大概吹上一段时间 浑身的能够溃氧 烂是有细菌的 没有能量啊 没有这个光啊 没有泼啊 然后已经完全散掉了 场被破掉 你用它就可以 这个把它这个恢复过来 很快啊 这个指 我的那个小小女儿 有一次她摔这个丸呢 这个腿两个膝盖在地上擦了 全是血肉模糊的 那在新加坡我们用各种方法 大概要七天能解八 能够恢复就不错了 当时我们有这个仪器 就让女佣给她吹 吹了一个多小时 吹了一个多小时 腿就不出水了 那个血肉模糊不得 第二天就解八了 解八了就没有任何硝烟药给她 不需要了 第二天就解八了 她对于这个 就是你要坚持吹 吹到它没有水 出来 她自己就完全这个光波 使她就解八了 对于那些这个 医生 西医中医没有办法治疗的 这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这是个宝贝 因为她没有生命能 你给了她生命能 她的自我恢复 自我这个循环系统 自我这个免疫系统 就完全恢复起来了 这是这个没有不好用的 这个我们在这个大会期间 作为礼物送给贵宾 其中一个来自泰国的一个 还是伊斯兰的女贵宾 她这个来穿高跟鞋 把脚崴掉了 红肿 然后疼痛 她拿到这个听说 这个Simon在这个舞台上 介绍了一下她的功 回去就吹 吹五分钟不疼了 红肿消除 第二天完全消除了 这是没有用药好的 他们马上来跟我们谈 六个国家的代理 中东六国的代理 然后 所以是 这个包括泰国的法王 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 这个法王 他们用了以后 都大下赞叹 为什么 他们每天传法都很累 泰国那个法王 他来那天隔不疼 他的适者就给他吹 不到五分钟不疼了 肩疼吹就不疼了 然后 这个伤风感冒吹一吹 很快就好了 所以是第一 他对已经发生的疾病 这个是绝对的一个宝贝 绝对的一个宝贝 无论是这个创伤性的 刚才说扭伤 创伤性的 这个愈合 各种这个效果是特别神奇的 这是 这是得到确实认可的 第二个 就是对各种慢性病的愈合 可以大大的减缓病程 减缓病情 甚至是 这个坚持一两个月 一定完全康复的 因为他可以对着你的肝脏吹 你肝脏 有这个 我们说肝硬化 肝腹水 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么就对着他吹 吹多久呢 就是十分钟 专门对肝吹十分钟 反复地吹 因为它范畴大 这个肝从这个 移植到正面都是肝脏 你要反复地吹 这个晶片你要贴满 要十几片 也是可以有效果的 但要十几片 这个呢 585两个 很便宜的 然后是可以用两年 你好好保养可以用两年 所以是这个 对着所有的这个 有病的部位吹 它可以使自己的慢性病 得到快速的意志和康复 我们这个吉隆坡的 谁呀 那个我们的一个经理 他是我去吉隆坡 他是费积水 费积水 走几路就喘 几步就喘没有劲 我说你吹 吹了 我一看他吹法 就是吹不到一分钟就放那儿 我就骂他 这叫吹呀 你这是有病啊 已经是车也不能开了 走几步路就喘 这个老跑医院的人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吹上十分钟 听话 老老老实实际水 不到第二天 不到第三天 我水肿没了 消失了 当然我也给他配忠诚药吃 吃忠诚药配合的 真实的案例 他现在就积极性很高 到处去推销这个产品 用他自己的这个例子 所以对已经发生的慢性病 有这个抑制作用 康复作用 前期不要停药 完全康复你还吃啥药 像他那个也是西医给他吃了 快两个星期的药 没作用啊 那个肺积水已经在 那么这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治疗 这个我们说这个 有病这个系统 包括这些严重的慢性病 癌症啊 各种这个疾病 它都有显著的疗效 因为它直接给你充电 在神这个系统啊 使你的神有神力 然后神有力了就可以化气 气有力了就可以化精 你吃的五股杂粮 才能变成精华 才会被你的五脏六腑吸收啊 细胞细胞吸收啊 所以这个是特别神奇的 那么对于修炼者来讲 这是茂大的福音 你们这些懒人啊 懒人修炼帮啊 给你们起个名字 懒人修炼帮啊 你之前可能要打坐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出现的效果 你只要吹半个小时 就可以做到 重点吹哪里呢 膝盖 这个冰 是膝盖的这个 这个 这个骨啊 膝盖骨 这个叫冰 冰吧 这个 半月板 半月板这个系统往下 有一个腿骨啊 一致连到脚心 吹 吹多久呢 就是一条腿 你自己掌握 你年轻大概吹五分钟 一条腿吹五分钟会热 身上冒一身汗 包括涌泉都要吹热它 脚和根涌泉吹热它 年纪大的可能要吹十五分钟 两只嘛 倒着换着吹 吹十五分钟 也是要冒一身汗 你连续吹一个星期 你就会发现 你的脚不轻 很轻 很轻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的骨髓啊 骨里面的骨髓 开始重生了 开始重生 你长期吹 我为什么会变得 快速的年轻 就是骨髓在生 枯骨 我们人老腿先老 我已经五十六岁了 也不年轻了 人老腿先老 所以我们每次消耗 这个传功受法 帮你们做事 消耗到就腿软 骨里面就感觉到 有一种疼痛 这是骨髓在干活 你让这些东西 再重新长起来大难 因为它在骨里面 髓啊 骨髓的重生 才是真正生命 返老还童的标志 所以我找到它以后 我就每天吹 自己的两条腿骨 早晨晚上 都吹到一身头冒汗 吹下面头冒汗为止 脚心发热 腿骨发热 那现在走起路来轻飘飘 轻飘飘 两条腿很轻不重 不然以前的话 就是腿拿不动啊 很重啊 这种修炼的结果 等于你练功练好几个小时 你练好几个小时 慢慢地沉淀沉淀沉淀 天地宇宙的能量 进去骨骨髓 你要好几个小时 那这个大概半个小时 就给你搞定了 包括手骨 自己的肺 股脏 还有重点穴位 但中 这个天土 天木 然后这个神雀 这个还有生发宫 女性的这个子宫口 男性的前列腺 海底轮 这些所有的大关节 后面脊椎骨 一定要有人帮着吹脊椎骨 是自己的二十四节脊椎骨 那么先活起来 那么因为它可以补充的是光波 不是这个蓝光 很多人以为这个出来的蓝光 这是灯光 它这光波是不可见的 是生命光波 是一气可测 眼睛不可见 也是属于物质类 不是这个蓝光 这个蓝光是灯光 不要以为是那个 它是透骨的 三十厘米 直接从这个腿可以吹到腿的另外一侧 所以怎么检验你拿到的 也有人很有意思 不相信我们的东西 发现网上的东西太便宜 就去网上买 结果都买的假货 这个太阳之光 它的检验很简单 你在这个方位吹 你让人拿着这个 你在正面 这个部位会感觉到波动的 它穿透 穿透 你用吹风机是没有办法穿透的 为什么它可以入骨 入你的脑脊液 这是骨 普通的你的吹风机 只能吹外面 你吹不到里面 这个波带着三十厘米长的波 才能穿透进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它 不要把它当成吹风机 很多人把它当成吹风机 以前洗完澡吹头发 现在拿来当吹风机用 很浪费 很浪费 因为你吹风你是这样吹 要定力地吹 对呀 你不可以这样扫着就吹 这就是说到底是用第三档 还是第二档 你自己掌握 怎么吹着舒服怎么来 都有光波产生 第三档是最猛烈的 穿透力最强的 对自己的五脏六腑 心肝脾胜肺 五脏本疏 我们人体健康是五个脏腑的健康 五个脏腑里面的如何使 他的灼精变成圆精 灼气变成元气 这个阴神变成阳神 这个宝贝可以做到 这个宝贝可以做到 这是修炼人的大福报 是你们的福报 我叫它是观音法门 因为音波 观音菩萨送给你们的修炼的宝贝 掌声一下 所以不要傻乎乎的 不会利用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那么不要怀疑它 去使用它 刚才讲那个大姐 我就很佩服它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大悲心 你们中间很多人是修炼者 不是拿这个东西来赚钱的 记住 我也给你们教过赚钱的窍诀 一个真正的有道的人 君子爱钱取之有道 窍诀是什么 不要赚钱 记住 永远记住这个窍诀 你做一件事情是为了赚钱去做 请你放弃 不要做 你做一件事情是 自己的大悲心使然 责任心使然 觉得你必须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你心生欢喜 去做 那么你在实现这件事情的成功的过程中 如何让人家自觉自愿地去接受这个东西 那就是什么 你必须有善巧的方法 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没有重视这个光波仪 第一你没有大爱之心 你身边有多少有病的人 在吃药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兄弟 你的同事 你有没有爱心 有爱心 这个当时我告诉了你们 你借给他用啊 对不对 你借给他用 借给他用 他如果觉得用的这个好向你买 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给他的呢 你告诉我 天底下那么多病人 你身边至少好几个病人 你每个病人送一个 你送得起吗 你送不起 他们不是没有经济能力 买不起 你为什么不卖给他呢 人家会问你 张老师这个在哪里买 我这里就可以卖给你啊 我是代理啊 你们每一个人注册 五百八十五注册了之后 就是代理商啊 你的身份是代理商啊 代理商意味着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经销商 你可以卖给人家 你可以卖给人家 所以是这样你身边 可能几百个人 上千个人 那你都可以卖给他 只要他用的好 有什么不可以卖给他 我们在百福超市 在这个 我们自己这个 在西部有一个 百福超市 我们就摆这个东西 给人家试 人家就来买走 所以你买两个 你有这个 优惠五八五 我先买一个 回去试试 三百一十五 买一个走 回去用 回去用了 为什么可以卖 可以卖 里面也卖 对不对 他说买一个 三百一十五卖给他 但是他买一个的时候 既然他用 他父母 他兄弟姐妹 他肯定很多 亲人都要用 那你不如告诉他 五八五 我有一个优惠 对吧 两台五八五 你省好几十块钱 他愿意买 就卖两台给他 卖两台给他 你告诉他 还送你一个会员 送会员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优先给你解决 会员 有优先权 对吧 你这个摔了破了 可能别人换 我们要五十块钱一个 前面有个水晶管 你会员 我可以免费给你换一次 你可以这样来讲 那么做会员 有什么好处呢 做会员 你还可以做代理商 就是人家做会员 不是只做会员 他就变成代理商 代理商有什么好处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要 要这个东西 你可以卖给他 我们这边发货 你只是卖给他就好了 你把地址给我们 我们货直接到他家 送货上门的这个东西 不需要人家到我们这来 当然你愿意来拿给他 你是你的事情 我们世界上 现在几个中心 台湾中心 香港中心 美国中心的货马上到了 马来西亚中心 新加坡中心 都有发货点 所以你们的人在哪里都可以 那么我们为了方便大家 现在有马来文 英文 环体文 中文 简体中文 今天刚增了一个法文 德文 方便在欧洲去传播 这是什么 这是爱心 刚才 刚才那个大姐想到的 不是自己用 她想到的是 那个病人 她可怜 她几个月下来 没有一副药 对她有用 全人亏赖 你想有多痛苦 所以她想的时候 我马上拿一个 给她去用 然后 当然对一些穷人 真的买不起 你可以送 鼓励你们去做慈善 对吧 你去送 你真正要买了送 你跟我说 我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你是买了送人 你不要赚钱 他也没有钱 你只是买了送人 那你向我申请 申请我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你可以买了送人 OK啊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OK啊 所以说我们有两种体制 一种是会员制的直销 二级直销 全球合法 第二种体制就是 也有批量 这个可以单独的 你要买了送人 可以申请 以JD价 卖给你 你不是会员价 因为你不要那三百的提成 那么如果是 你身边有一百两百个病人 这样蔓延 你通过不是你自己 你可能 你这有十个八个病人 那你的病人 还有亲朋好友 有你可能蔓延到两百三百人 那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账上会多出 三万到五万块钱新加坡钱 这个你要用一年 还是两年 还是多久 只要你慢慢去做 你就会得到这笔 Commission 这是系统给你的 因为我们在设定的系统中 第一第二 你要卖两组 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就可以提升为合伙人 第一第二 你提这个系统给你返回一百 第三第四开始 从第三开始系统返回三百 什么概念 你是十个人的话 你就会得到 你只要你是个代理商 变成合伙人 你卖出十个 十个配套 那你就可以赚三千新币 三千新币是一个新加坡 普通工人 一个月的基本平均收入 还不到三千两千多 那意味着除了你现在的工作之外 你每一个月只需要推动十个人 你就可以多赚三千块 一年就是三万六千块 三万六千块 那这笔钱 你如果真是觉得你不需要 你可以捐 现在社会很穷 没有工作的人很多 你可以捐 我们的法王 任波切 他还要盖币观影 还有个一百五十万新币 你赚了 你赚了以后 你捐给他 对不对 我们一个人捐三万 一百个人就够了 三百万已经超标了 你赚了 你为什么那么懒 你为什么对钱不感兴趣 你问问你自己 你身边没有病人 你为什么不把爱传给人家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 这个买这个产品 去使用获得健康 你为什么 你就这么恨你身边的人 你爱他们 为什么不越早越快的 给他们使用这个东西呢 你问你自己为什么 没有大悲心 没有菩提心 没有帮助别人 离苦得乐的心 只是天天做法会 我愿众生离苦得乐 我心愉悦 而人的病苦你不看见 你没听到 你为什么不帮忙 你不用这个设备 你去念咒 你去抓鬼 你去有神通力 去帮助人家 也OK 去帮哦 没那个本事嘛 没那个本事 你把这个师父的法宝 传递到人家手上 人家就得救了哦 你为什么不去做 不要再那么恶心 每次 我愿众生离苦得乐 我心愉悦 你根本就没心了 没心没肝没肺 那么多病人 耳朵听到了 眼睛看到了 没有真正心动的 去帮人家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我很心疼 很多人啊 师父救命啊 但师父只有我一个 我是有神通 我是可以用这个认读针 可以把所有的病给去除 我一天能救几个人 这个东西 只要你们打开开关 就能救自己 为什么不去用 为什么还要 师父你给我针灸 师父你来给我抓鬼 这个东西一吹 什么鬼都跑了 因为它是粉碎机啊 它那个一秒钟 一万兆的 这个 这个 次数的震动 拿上个粉碎机啊 那鬼在里面的话 它那个就好像是 你们站在台风眼上 被风吹来吹去的 它就受不了 它就跑掉了 好的 你不吹它又来了 来了你再吹啊 你再吹它又跑 最后 哎呀 那个不吹的 我去覆它身上吧 这个整天吹得很麻烦 整天刮太风 动不动 它就拿这个吹我 动不动 这个鬼 受不了 小鬼小鬼受不了吗 体内的冤情债主 它也受不了啊 讨厌讨厌 哎呀 那些不吹的 我就负他们身上 比较牢靠 每天比较安身 过日子 这整天闹台风 不好玩 好用的 这个上次在吉隆坡 一个被鬼魅的人 我是给他下了浮水 清了鬼 然后他老公在呢 我说你看你老婆啊 我只给他吹半边脸 那半边脸我不吹 我吹半边脸 越吹越亮 越吹越亮 半边脸 他看着 哇 很明显 那半边脸黑黑的 这半边脸亮了 鬼气都没有了 他说师父 你赶紧帮他吹 那半边 这个太难看了 阴阳脸 一半黑 一半白 我说你脑子有病啊 那不你老婆 你一觉得难看 你拿去吹啊 他自己拿去吹 还让师父再给他吹 因为是师父发功啊 是这个发功好不好 他吹吹吹 这半边脸也亮了 对吗 就是这样吗 这是个师父 你这个有病 有那个 你不要再喊师父了 你喊这个 喊什么 喊什么 刚才教给你们了 喊什么 吹一吹百年少 来 吹 吹一吹百年少 三变成咒语啊 吹一吹百年少 要不要吹 真的要吹 这个不是吹牛 是吹波 吹了以后 就是自己的身体 就健康了 你们去削 这个东西 不要去削 就是要勾搭人家 为什么勾搭人家 我都跟你们讲 你借给他用嘛 你借给他 因为你真的 你不要 我们这个古代师父 有口诀的 是叫救急不救穷啊 一个人穷 是不值得救的 那是因果业障 你要帮他 他清除业障 他就富有了 这是你 这个古人又说 给人鱼 不如给人鱼 你们一听就糊涂了 什么意思 第一个鱼是打鱼的鱼 第二个鱼是鱼网 一个三天水 一个鱼 第一个鱼是一个鱼 你天天给人家鱼 不如给人家一个网 你给他鱼网 他自己会天天吃鱼 你给鱼 总有你给不起的时候 你们真正的 有爱心 第一 就是大悲心 对周边的 自己听到的 看到的病人 越快越好的 送给他们使用 是借 记住 一定要掌握这个度 不然你很快会穷的 你送一百两百个出去 你就很穷了 你借给一百两百个人 你会很负担 所以是借给他们用 他们因为没有路子 去买这个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有信息畅通的渠道 他可以从我们这儿去买走 买走 那买走 你自己就是一个合伙人 然后你会赚的这笔钱 赚的钱 你爱帮谁 你自己去用啊 这是一个 对于你来讲 你要使用的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你要看你周边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失业 很多没有工作做的 很多没有钱财来源的 你就不用借给他了 你们不要什么都去 他没有病 你让他吹 你等于是白吹 对不对 他没有病吗 他觉得他很好 他没有病 你让他去吹 这个吹什么 没用 你交给他什么 直接告诉说 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个产品 你可以做代理商 投资585 OK 投资585 投资585 一辈子投资585 不用再投资的 不是说买了再卖 买了再卖 没有的 你一辈子就投资585 你可以做代理商 当你推到第三个人 你开始做合伙人 代理商一套你可以赚100 两个赚200 到第三个你赚300 你推十个一个月3000 你要不要推 对不对 你投资多少钱585 我相信你们这些倒霉蛋 去买彩票 一年不只花585 买多多 买什么4D 中几个钱 很少中 你这个585的彩票 你买中了 所以是他买中了以后 他开始投资了以后 他也可以给他那些亲朋好友的倒霉蛋 第二没有工作或者收入不高的人用这个方法去做代理 他们就把爱心传播给全世界了 你让他们弘法立生 让他们去帮助别人治病他不愿意 但是你要让他们帮着别人去赚钱他愿意 帮他的亲朋好友 帮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去赚钱他愿意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一种是有爱心帮助人家 有病的人 那么吹好他的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直接对那些失业者 收入不高者 告诉他们这是一个 我们OSS招收代理商 你愿意愿意加盟 那么这个就是代理 对吧 那么这个他可以变成合伙人 你可以跟他讲这个制度 就直接开面键上的讲 那么我在新加坡也好 在台湾也好 遇到很多人失业 现在全世界 全球经济都不景气 没有经济来源 那这个他可以一个月只需要做十单就可以了 是三千新币 三千新币 在马来西亚的话 现在就是一万块 你投资的是新币 你赚的也是新币 对吧 投资五八五 那你十个就是三千 三千你乘三点五 现在马币对新币 是不是一万块 你在马来西亚找一份一万块的工作 你想吧你 根本就想 想不到 能拿到三千马币一个月的工作 已经是了不得了 就是他有两种模式 一种爱心模式 用大悲心 帮助身边的病人 快速地好起来 这是你们要去做这件事 第二件事 帮助那些 你们刚才说 你们给一个人五八五 不如让他教会他这个方法 你给不起啊 你给十个人 一百个人 你很快就破产了 你有多少钱 你不如教会他这个方法 他可以把这个爱心带给众生 带给身边的人 然后同时他也可以解决他经济的困难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十分好的一个宝贝 那么也希望你们在外面去传播 不是只限于学员 你们的兄弟姐妹 将来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生业 为什么 他可以帮助每个人偷贫致富 也可以帮助人远离这个疾病 减少大量的医药费 甚至彻底根治一些慢性病 我们的方案就是从精细神上治疗 不是从这个吃药打针 吃什么喝什么 你们经常吃保健品 吃什么 你一年要吃多少钱 至少几千块吃掉 你这五八五用两年 用两年 多么划算 就是自己用都划算 所以这种划算给亲朋好友分享 在你们的这个群里分享 在你们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分享 没有事情的时候主动去交往人去分享 这个都是一个很方便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 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众生远离疾病之苦 被邪灵困扰之苦 我这次在马来西亚 光邪灵附体和互联人 就是他身上是两个魂魂魄的这种人都调制了十多个人 所以是这个众生很可怜 但是用这个方法可以使自己这个恢复到自己的魂魄神回来 做自己的主人 因为他很快会清醒过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众生的一个法器 你们这个妖灵也好 那金刚柱也好 那都是法器 那这也当成法器去使用 没有是听说邻居被鬼魅了 为什么可以用这个试一试 可以用这个去试一试 但是我主张 如果家里都被鬼魅了 你们要拿个振宅牌 对着振宅牌吹 再把那个光波吹向全家各个地方 那些鬼都会抛掉 你们没有这个本领 用这个可以帮助周围的人 离苦得乐 时间的关系 大概我就是介绍这么多 至于说这个体系怎么运作 这是很简单的 因为这是一个 中国最新的二级直销体系 就是在你做两个人的时间 你是代理商 你就直接等于说 你买了这个 我这个APP里自带合约的 就你已经是合法代理商 你就赶赶去卖这个东西 这个产品有问题 是我的问题 是公司开发商的问题 你不用担任何的责任 因为这个我们的APP本身 自带契约的 你不需要再跟我签一个 代理商的契约 当你卖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自动变成合伙人 系统是我们 后台财务是我们的 我们确保你看到的 你手机上看到的数字就是现金 当然要提现的时候 有一个8%的手续费要扣 100块钱会扣8块钱 剩的你看到的都是你的钱 不是那些金字塔式 或者什么传销系统的 那是分数你要用这个分数换什么换 没有那是钱 那是钱 我看了一下后台 大概我们现在能够提现一千的 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就是他要提一千块钱 他就可以拿走 有一个人已经把一千多提走了 提现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 我这手机没带 我今天看了一下 我的这个账户上 这个爬着三万三千多新币 三万三千多新币 记得上次我在这宣传的时候 才是一万八千多 一万八千多 那今天是三万三千多 我的团队已经见到214个人了 就是我的下线 人家在扩充 已经见到214个人了 用了多长时间呢 10月1号开始 现在是11月10号 对吧 一个多月的时间 当然你们没有师父这样大的影响力了 号召力了 但是你一个月影响十个人 我想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那你一年也是三万多新币 三万多新币就很好用了 去跟师父去布丹 跟师父去出国旅游 去出国修炼 对吧 那么帮助布丹建寺庙 我们很多事要干的 OK 这个不为自己 要为师父们谋福利 为众生谋福利 所以是大胆地干起来 要见钱眼开 看你们都是小蜜蜂眼 下次都往顶上看 提神 眼睛睁大大 钱就来了 这是老天爷给你们的钱 也是师父们 通过一些善巧方法 送给你们的钱财 这里面没有任何人会受损害 受伤 拿到那个产品的人都会心存感谢 因为真正好用 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用 我们就不要去做 如果它真正好用 再贵 我们也去卖给人家 那么对于一个人 拿到这个东西 省得大量的医药费 节约的身上的痛苦 那是无价的 对不对 让它不痛苦 那是多少钱买不来的 就是要有爱心 积极地开展这个工作 那么希望你们 快速地成长起来 作为一个合格的合伙人 然后跟公司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壮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